大家好,我是奈姨 奈姨今天要来示范就是整上我手上的这一件圆裙 那这一件圆裙它是棉质的材质 好,那我现在要先从下摆开始整上 所以通常圆裙它的下摆,其实它原本下摆其实是直的 只是说可能有时候我们洗酒没有去整它 它可能会变成有弧度 然后又加上棉质的布料,它又很容易就是变形啊,变大啊,或者变长啊 所以你必须要靠那个诊探来帮它重新塑形这样 所以看到我 好,它这边 原本是有那个很自然垂坠的那个折痕啊 等一下我们再把它重新抓回来就好 好,你会看到我现在诊探是 就是把它抓紫 抓正 对,我把它抓正的话 它也比较不容易会变 就是不让它再变形变大这样 变,或变宽这样 因为我有时候会看那个 看很多留言,然后有一些人都会讲说 它买的免质的衣服就是 呃,洗酒之后就是会变形啊 变,有,我看到有一个 它是写说它会变长,你知道吗 可能它本来买的是S号 然后洗酒之后可能 长度变成L号这样子 对 这也是会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你洗完之后 还是要经过整趟去塑形 然后 把 把它刨掉的形状 把它刨掉的形状 然后你又把它就是重新整趟 然后让它恢复这样子 就我一直觉得 那个学校的家政课应该 应该也要就是去教导 那个一些关于整趟衣服的课程 然后 对 可是这样 这样我会不会有点 太那个吃人说梦话 因为我觉得这个整趟衣服在生活中是一趟还蛮重要的课程 不同布料然后要用不同温度下去整趟 对 包含衣服在洗涤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哪些事情 好 那我的下排整趟好之后 我就要准备整趟我的 我的裙子的 本身 它的皱子 好 怎么整趟啊 跟之前 跟之前我录的那一个 垂水的那一个裤裙一样 裙头的地方拿一个东西压住 拿过来一点 裙头的地方一样拿着东西把它压住 好 我先把布 先从 你就是一段一段这样过 然后我看一下它的 它的接缝处在哪里 先从这边 好 因为它有点长 所以 来了 你就是下排 抓着 抓好你哦 有点抓好你的幅度 然后你就这样 好 一段好之后 换另外一段 手一样抓着你的下面 或者上面 就是抓你的那一个 你的幅度下 你会觉得这样有点太慢了 对 但是 对 对 对 你会觉得这样有点太慢了 你会觉得这样有点太慢了 因为我不喜欢 因为我不喜欢 你烫好的衣服就是怎么讲 我不太喜欢 不喜欢人家随便烫衣服 这样 有时候会 在工作上会遇到 就是人家烫衣服是 正面 正面烫得很整齐 超级漂亮 超级漂亮 你知道吗 放到背面看 哇 背面超多 皱褶的 但 嗯 他这个怎么讲 就是每个人的工作态度不一样 这样 你也不能去 批评什么 对 就我个人不太喜欢去批评 批评别人 怎么样 因为我一直觉得 那个 人喔 在生活是很苦闷的 然后你如果又一直给你 自己找一些负面的能量 那你每天不是过得很不开心吗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 你会很常听到人家讲说 心存三念得三国 心存二念得二国 所以以前我就觉得 不太相信 你知道吗 可是年纪越大 所以我就觉得 哼 这是真的 好 我刚刚这面已经烫好了 然后就是看哪边还要加起来的部分 你就把你的 布料这样抓起来 这样子 好了之后呢 正面好了 翻到背面看一下 哪里皱了 哪里皱的话 你就再补一下这样 好 那 看一下 ok的 这边坐着不太好看 如果 就是手抓着你的布料 然后这样子 然后往往下 不用太用力 只是含着它而已 好 好 我觉得这样可以 背面的话 背面这里 好 那圆裙的整趟 就到这里结束了 就是 它其实没有很难 最好看 最好是你要先把你的下摆 把它抓着 抓着之后 坐着不坏 坐着的地方 就是像我就是 这样子有点 把布有点往下拉 这样子 然后抓起来 利用蒸汽 然后去让它硕形 这样子 对 好 那就到这里结束